现在画就把这个光斑给强化出来 我把它放了成我的一个画面的主题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关于光的表达 和原来我画光的感觉不太一样 它形成了一个它自己的一个 一种存在方式一样 一直比较喜欢有光的画面的感觉 就应该是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 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 好像是突然有一个东西打在人的脸上 它有一种来自外部的一个 不明确的来处的 不明确来处的这么一个 又像光源又像疤痕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好像跟时间有关系 跟这个破坏有关系 跟伤痕有关系 后来就发现我一直都喜欢用这个东西 而且越用越成为画面的主体 而且怎么表达光 也成了我后来一直在琢磨的一个方法 到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关于光的表达 其实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验以后 慢慢慢慢找到的一个方式 和原来我画光的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手就是我说的就是 好像是一个标速一样东西 但是它的颜色处理 它又好像是跟真的身体有关 它和光的这个关系 好像形成了一个很神秘的一种对话 而且感觉这个东西覆盖在上面 是好像是有什么针对性 或者有什么象征意义 或者都 它就产生很多联想 我喜欢这种暧昧的感觉 光本身变成一种很神秘的东西 之后 看完 也很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